6月1日,美丽中国快乐追梦,中国少年儿童德育成长关怀活动新闻发布会,继儿童德育影片预备跑首映室在京几星。 当天影片预备跑中导演黄涛,也是携该片主角林永健等一众小主创亮相活动现场。 该片主要讲述了一群来自少数民族贫困山区的孩子,为给残疾小伙按上甲值, 让他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,在艰苦条件下,参加了自治区电视台举办的小学生体育比赛, 希望能以此获得奖金,给残疾小伙购买甲值的感人故事。 同时,影片也是描述了孩子们乐观互助,积极向上,坚韧不拔的精神。 该片也是在12年8月份,获得了第九届美国圣地亚哥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精神实质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